大家好我是pd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FD的每個的pd 轉帶大家來看看市場上 哎這兩個項目在發行呢 好像還可以 我們來大家看內容 順便我們把我們AlphaPass 白名單的這個白名單抽出來 大家請大家來我推了 大家推了這邊 看到我們這AlphaPass白名單 這邊目前為止 我們這邊有231個朋友這邊留言 我們把這個用機器人來抽吧 231 我們抽出10個 那下一步 我兩百三十六全部兩百三十六 然後 然後秀 東修 我們來抽吧 我們來抽出10個 第1個Rex66 Duncan PS Murphy Fox Mimiland Lulu 然後File 有 0X Fungible KD 然後 Jack 003 然後 Chenwell 請大家朋友來我們Discord來留言嗎 開單 開票留言 然後 把這個VDO開發留言啊 那來拿白名單 另外所有的Youtube都更贏見 不如財務分析也不如財務建議做好資金 就控制好風險 我們看一下今天市場禮拜天 今天禮拜天稍微市場還是在回哦 你看比特幣來要34,600 比特幣這邊回檔我覺得有一個部分是他帶了量回 所以這個地方感覺上他似乎還有一個更深的回法 那以太也在2550左右 那甚至你看這邊LUNA LUNA這邊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謠言啊 LUNA後面似乎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整個LUNA目前位置會是比較深的 會是4% LUNA原本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項目 我們來看 NFT的話部分 其實5月6號跟昨天5月7號 5月7號其實量得到7900萬 那5月6號還11700萬 那其實昨天應該是禮拜六 那禮拜的這邊量其實回到最早這邊的低點 低點來到這個4月15號 所以目前為止 除了無聊猴發低完之後呢 那整個市區稍微 把所有的錢都吸在這個地方 市場上現在除了無聊猴之外 那還碰到 就是整個 神習啊說表啊各方面打仗啊 還有整個新冠全世界新冠病毒 就是這個時候大家看到我們那時候Azuki 我們講說Azuki很棒進場點什麼地方 就是三星十幾號啊 你看這個時候的量差不多就是跟這個時候差不多 就是跟這個時候差不多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幹嘛 努力的看項目 找項目看不錯的內容 好不好 重點 大家看Freefinance 除了綠色這個 Number of increase in 4 價格稍微是比較低之外 Number increase in volume 量還有點往上漲 Number decrease in less than List is高位 所以這個代表來講的話 基本上市場還是持續在一個盤整 鞋段 你看56猴D3.29 MYC2.2 22 那BYC107 Mumber24 Doodle Doodle回一下 Doodle之前長到24 現在大概19 PXN PXN還蠻硬朗的 3.5 之前在4以上 Azuki21 ToneX15 14.99 小花小花蠻硬 小花你看花的話 還至少還有4個E 那Seed的5.3 那大家看這個Runnery 那其實2.69 這邊其他的部分 10ADX 10KDF 10KDF之前 因為我就是謠言的 謠言大家講說他跟Coda 跟無聊好有一些合作內容 所以目前為止是可能又再回持續回 大家看NT World 都回到5.79 NT World 這裡我覺得應該會有不錯的進場點 Cyber Broker 2.9 這邊有一些不錯的 你看像Kaiju King 回到一個E的 2.92 CyberCon的Genesis回到33 大家可以多關注 我覺得有一些不錯的項目 在這個地方回檔的同時 我們一定要持續 關注這些回檔項目 給大家來看一個叫做Regular 這個Regular 在目前為止上上還是 稍微排在前面 如果我們看一下Regular 目前為止 你看他還是排在蠻前面的 他排在這27 我們看Regular 他這個第一項目出來一陣子 但他整個量是大概2000多 他是一個蠻妙的一個風格 我們看一下他的推特 他推特其實是Regular world 或是老外的這些YouTuber 其實把Regular 換成他們的頭像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項目 我們來看一下他整個發售狀況吧 他整個負責現在是0.25 那listing listing價格 listing稍微高 12.4 但你看他整個average list price 他之前其實有一陣子出來了 直到最近價格的持續往上走 你看他這個東西不是最近才有 之前就已經有了 但是你看最近的價格 價格是一個持續上漲 那你看他這邊 成交的部分 基本上是0.25 0.27 0.3 那往上掛 大家都是往上掛 掛一點0.7幾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Holder比例 你看Holder他從之前12 慢慢慢慢Holder其實在這個地方忽然之間 Holder往上加 他後面這個項目你看這忽然之間7天增加153 呢 有些新的Holder進來 你看比如這是TopPS Safe 這個0X1257 那5912 很多很多新的大V進來 大這個BigFish 應該甚至這個原本無解增加到71 Phenomenmax 看一下他現在是Clonex 這個是什麼 Conian來看一下Conian 他的過去24小時成交 的量雖然不是非常多 這等於過去7天1700億的 藍籌比例還蠻高的24.75 後面主要是誰 Cryptotalk Cyberbroker Mivips 你甚至你是Overdate 你看這5105D 這是他們主要的Holder Tonex也蠻多的 你看他整個目前為止從2月多到現在為止 他整個量是這樣往上走了 在2月初他大概是0.0幾而已 到目前為止大概是2.027 價格的事項持續往上走 這可以看出來 在後面似乎是有 有一些人進入 來炒盤 感覺上是有來炒盤的一個跡象 如果你看目前市場上這些大戶有誰 我們稍微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look in rare 我覺得這幫炒家是另外一幫新的炒家 這後面其實是punk 你看他是不是punk punk community 那這個J PJ Curley 那Spring cheese 帶大家看一下這些炒家 我覺得這個community是一個蠻有趣的community 我不是跟大家講說這個一定要去買 只是跟大家說這個community一定要存在 他從低位上來 那這整個市場這個目前這個狀況 他似乎還站住腳 所以他還是蠻厲害的 除此之外第二個帶大家來看 myblow v2 myblow v2是什麼概念 前兩天跟大家講 第一個他是用dodge auction賣 賣完之後他在做他的 這個白名單 然後價格就從第一時間的1.48 一直回一直回一直回回到現在為止 所以這個市場稍微還是比較冷 然後目前為止你看 他的價格回的其實還蠻蠻快的 你看到後的比例也好了 你看到後的比例 短時間之內還是有人持續買 你看買22、29 27、20、20、20 市場上還是有人在買 我就想看看這些買的人是誰 那另外來到花年的話 你可以看到花年24小時有1.7 1700多個ease 2000多個交流量 他交流量還算是排在前幾 但是你看他整個量 稍微就是一直回一直回 價格一直回一直回 那我覺得這個項目也是蠻可惜 這項目最少他這個community 不管是他畫家 那community裡面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受關注的community 因為他應該是從白名單開始命的時候就開始回到會比較嚴重 他畢竟白名單 那有辦法在很便宜的方法 然後白名單肯定是賺錢了 看他白名單是多少錢命呢 0.345 你看他Dodge Auction比較高 在白名單0.345 那肯定是往白名單的這個價格 方向走 你看他市場上目前為止 這些有一些我們熟悉的這些投資人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吧 你看這Henway這之前帶大家看過 他這個其實 就是Colorful裡面 這個Henway之前帶大家看過 有這個沒有 這個Henway 就是也是他們其他投資人 OK Tommy 這是Cybercon裡面的 Clonex裡面的 OK 這個 是一個數字 6842.1 所以我覺得市場現在目前回檔的狀況之下 還是有一些籃籌在這邊 不是準籃籌啊 市場回檔狀況下還是有一些項目得到市場關注啊 那這個大家看到這個項目的話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去滅或是要去買 只是跟大家介紹說 這有一些不錯的項目 在這個時間點可能回的速度比較快 大家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覺得項目不錯的話 怎麼樣有個時間進場 或什麼樣的地方可以買 我是可以買他密的價格 或他破發的時候 看怎樣做一些反應 如果你覺得我視頻 大家可以加之關注推論 加入Disco 訂閱訂閱訂閱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 按鈕點鈕 謝謝大家拜拜